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典的三角标乐服鞋穿的最多的第一名 自重稍微有一点点重的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磨合期的 很好穿很好走 上班通勤和日常约会都是可以穿得到的一款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偏英伦感的一个风格 局限性不是很高 无论是休闲正式 它都是可以搭得上的 再让它有一个4.5厘米的跟高 它穿上去显得人比例超级好 特别是搭配一些长款的阔腿裤 非常适合小个子星人去穿的一款 缺点就是脚背免有一点点的偏低 刚开始穿它的时候比较压脚背 穿久了之后就自然而然就把它撑大了一点 等你完全跟它磨合好了之后 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好穿 你可以穿着它一整天 哪怕脚肿了 它也完全不会磨脚 可以穿出去暴走的一双鞋 因为它的这个皮质是比较硬挺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褶皱感不太明显 它还是没那么显究的 贵价品牌类想要买一双比较好一点的乐福鞋 我觉得首选肯定是它 下面一双呢是来自香奈儿他们家的大爆款乐福鞋 它整体会比较偏高调一点 亮面的一个漆皮 整个金属佩地也是那种logo的皮穿链 穿搭上面还是非常有存在感的一个单品 学院风的附加千金感的一款鞋 很适合去搭配一些剪裁很好 很有设计点的一些小裙子 复古可爱的一些套装比较亮面的一个漆皮 所以它的褶皱感会比普通的那种偏亚光面的牛皮更加明显 穿上这双鞋之后它都是能把整身穿上它显得会比较偏贵的那种老前锋的一个气质 脚感还是比较好的皮质做的还是比较软的那种 是稍微会有一点偏圆的一个鞋头 哪怕是脚面比较偏胖一点的朋友 穿上它也完全不会计较 不挑脚型的一个鞋型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鞋底实在是太硬太重了 就像一个板砖一样又硬又像 就是如果说经常走那种瓷砖地 你就会整一个楼面都是你的声音 不太适合挨人去穿 但它这双鞋真的颜值还是蛮高的 非常有特点 然后让人记忆感很深的一款鞋 下面一双呢是来自爱马仕他们家的HCO乐福鞋 这款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每个洋马仁鞋柜里必有的一双 真的穿的次数不太多 因为它确实不好穿 如果我只需要穿个一两个小时 还能勉强穿一穿的 如果说是我今天一天我都需要穿着这双乐福鞋的话 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脚啊真的是受不住啊 它这个鞋型真的太挑脚了 又尖又长的一个鞋头 然后鞋面呢真的是有点太薄了 穿久了之后就非常的压脚背 它这个鞋后跟的这个皮质又做的是那种非常硬挺厚实那种皮质 脚肿了之后 那个脚后跟啊真的是磨到很轻妈的疼 在日常的一个搭配性上的话还是比较好搭的 因为它的这个风格呢也是那种复古老前锋的一个感觉 但是跟香奈儿那个比呢会更加的成熟 比较温柔知性一点的穿搭我可能就会去搭配它 脚感确实会比较差 除非你的脚是那种特别特别瘦的 最不喜欢它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底实在是太薄了 整体的话还是不太能搭那种太厚重的衣服 是蛮适合在职场上比较正式的场合去穿的 基础扣啊它实在是有点贴亮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要低调一点的话 还是选黑银那个配色比较好 像我这种刚入职场上的一个技术 我觉得我有点撑不起来它 所以我最近穿它还是穿的比较少 那平时的话偶尔把它当作一个搭配去穿也是可以的 下面呢是来自Maria Clear的一双love鞋 这款的话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平价的一款 性价比超高 它有一点点像是那个MuMu金币款的一个平替款 是因为呢它在中间也做了一个他们家logo的小金币的一个设计 这双脚感真的超级宝 而且它整体的一个自重 我觉得在love鞋里面是比较偏轻的 比较软的那种橡胶的底 可以抱走长时间穿着去通勤的一款非常好穿的love鞋 去搭配那种学院风的小裙子啊小衬衫啊 去做那种muse穿搭也好 在日常通行当中可以去搭配气质欲解风的那种西装裙 它都是很好看的 就是大家看这个褶皱就知道我平时有多爱穿它 鞋头呢是有一点点圆圆偏方的 鞋面呢也是做的是那种比较偏浅口的 所以它其实能露出大部分的一个脚面出来的 去搭配一些小半裙 是非常好修饰脚型脚踝的唇皮的一个内力 裸脚穿它不穿袜子也完全不抹脚 所以这双鞋真的超级超级好穿的 下面呢是来自Gushy他们家的一双乐服鞋 这款呢它就更加有那种复古老前锋的风格了 整体的话也是那种比较做旧的款 非常适合搭配复古甜美的套装啊 或者小裙子啊之类的 偏浅口的一双鞋 然后能露出大部分的一个脚面的 在2.5厘米的一个小跟高 是非常修饰脚型脚踝 还是蛮显腿细腿长的这么一款 它也是那种内外全皮皮质相对来说会比较偏柔软 穿久了之后也是褶皱感非常明显 非常非常好走 所以在日常通勤当中 我觉得它的一个舒适性还是非常高的 实穿性也是还不错的 它的风格就是那种单一独特性很强的 就只适合搭配那一类跟它气质比较符合的衣服 像是一些复古风的小裙子 如果想要搭一些休闲感的裤装 它可能就很难搭得上 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在春夏那个季节去穿得到 下面说呢也是来自Gushy他们家的一双乐服鞋 真的是跟了我太多太多年了 我从大一就买它了 也是被我穿的挺旧的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总是能在一年当中 总是有那么几天 我是非常想要穿它的 那种拖鞋款 所以呢它在日常搭配性上 比一般的那种正常款的乐服鞋 会显得更加随意一点 这个马蹄扣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依旧还是这么经典 完全都不会觉得它过时了 大家看它的这个鞋底被我穿的都已经发黄了 我觉得它的表面其实还是比较偏白的 原本是个奶白色 然后可能送到洗鞋店里面洗了好多次之后 它稍稍有一点点发黄了这个皮质 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偏休闲感一点的乐服鞋 不需要穿的太过于紧绷 是比较偏松弛感一点的 随意一点 然后它也可以搭得上 甚至如果说你想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乐服拖鞋的话 西装裤啊 西装裙啊 它都是可以搭得上的 百搭线还是很高的 而且它这种拖鞋款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穿 可以一天这样穿下来完全不会累脚 不会磨脚 就是裸脚这样穿贴合的特别好 所以真的是很爱它 经典永恒 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两身非常漂亮 很适合在春夏可以穿到的美丽小单鞋 T3Hours的一款丝绸款小单鞋 这款真的是颜值巨高 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个丝质 又是个尖头 然后再带上一个很有亮度的一个小钻扣 精致明媛风的一个感觉 太鲜了 然后结果呢 买回去 我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我到底穿了几次 因为它实在是太难穿了 我穿一次 我这个脚啊 至少两个泡 鞋子的边缘处 我觉得是做的是没有那么光滑 稍稍有一点棱角的那种 鞋后跟处这两块地方 特别特别磨脚 如果说你的脚是比较偏胖一点点的 穿它就完全hold不住 很脊脚很痛 它就只适合短时间 然后你需要造型 很精致女人的那种小裙子 你搭配它穿穿 一直坐着就不用走路 那我觉得你穿它可能还行 虽然它是一个浅口 肩头的一个小单鞋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底啊 它是比较平的 是比较适合高妹去穿 如果你腿比较短 就不要买它 它不嫌腿长 还是蛮挑腿型挑脚型的 上面说小单鞋呢 它是玛丽真款 牌叫做Beauty 非常非常喜欢 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就几百块钱 它是那种方头的嘛 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挑脚型了 偏胖一点的脚啊 容易肿的那种脚啊 都是可以长时间穿着的 偏柔软的那种底 舒适性也是非常高的 很有那种复古甜美可爱的 那种风格出来的 百折裙啊 小长裙啊 小套装穿 都很好看 很有亮度的一个漆皮 但是呢 在它脚面这一块呢 它又没有那么显褶皱 它的风格 局限性没有那么挑剔 休闲一点的裙子呢 它也可以搭 或者是女人一点的裙子呢 它也可以搭 就是这双鞋 我觉得它是那种 很耐看很耐穿 性价比非常高 唯一的缺点 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容易 有点闷汗 会容易把这个鞋底 弄得脏兮兮的 下面的话跟大家分享两双小猫根 高跟鞋 其中一双呢 是来自Dior他们家的 经典的这个绑带蝴蝶结款 这双的话 它真的非常显白 气质特别鲜 然后很有那种 Dior的名媛千金风 有一个大概6.5公分的 一个小猫根 然后是一个 比较偏尖的一个尖头 就是能修饰的脚型 是那种鲜瘦的那种感觉 在侧面又能拉长 你的腿部线条 所以你搭配那种小短裙啊 它能修饰的你的腿型 是比较好看的 它这个漆皮裸色呢 它又是跟那个 自己本身的肤色 又是那种比较贴近一点的 更加显腿长的这么一款 裸色的话 它就更加适合 去搭配亮色系的那种小裙子 我当然想 一个6.5公分的 能穿到哪去 而且就这么点高 我觉得我肯定能驾驭 但是事实上就是 我穿着它 真的真的还是蛮难 长时间穿它的 穿久了之后 它这个尖头 真的很容易肿 肿了之后呢 一挤脚就有点磨脚了 好看 但是它不太能长时间穿着 一两个小时 就是它的极限了 然后最近我发现了一双 跟这一款类型类似 但是直穿性 又比它高很多的一双鞋 就是这双709的 小猫跟高跟鞋 也是有一个将近 6公分的一个高度 它前面呢 也是那种肩头 是露出后跟的那种款 里面是做的那种 加棉的一个空气棉的设计 前面的脚那个包裹感非常好 穿久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容易肿 它这个细节做的超级好 它在这个鞋后跟的这个绑带处 它都做了一个加棉 所以我穿上去呢 真的一点都不会觉得抹脚 哪怕我尝试这样站着穿它 我觉得它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另外的话就是 它这个价格呢 也比比较便宜很多 其实长得还挺像的 它们家呢 也有那种各种各样 很好看的配饰 可以配在鞋上 我选了这种玻璃珠加珍珠 小花朵的一个配饰 它整个风格就会变得比较公主 可爱一点 然后很适合搭配 气质甜美的那种小李裙啊 很可爱 活泼的小妹妹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配饰 还挺有意思的 皮质是羊皮的光泽 珠光感在的 所以还是非常气质的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还蛮高的 无论是日常通勤啊 上班 毕业典礼啊 去搭配那种小李裙 都可以用得到 最开始买高跟鞋的时候 总是会从偏矮一点的 小猫根开始 一定要去买一双 真的舒适性非常高的高跟鞋 你才会觉得物有所知 这这双鞋的话 我觉得不太会穿高跟鞋的人 他也可以长时间穿着 驾驭得了的 好了 终于讲完了 从白天讲到了黑夜 今天这一期视频 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 如果已经看到了这里的朋友伙伴们 千万要记得给我点赞哦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